今日财经快报 纽约社区银行暴跌超34%削减季度股息 格隆会1月31日纽约社区银行 NYCBUS暴跌超34% 保6.83美元 消息上 纽约社区银行公布第四季度受益摘要 第四季度收入8.86亿美元 并将季度股息从17C削减至5C 小飞浓降温 美国1月ATP就业人数增加10.7万人 工资增速创两年来新低 美国1月ATP就业人数10.7万人 大幅不及预期的15万人 创2023年11月来最小增幅 1月份工资增幅持续放缓 跳槽员工工资增速为7.2% 纽约社区银行在削减派息后一度重挫 45%创纪录跌幅 去年从Signature Bank购买存款的地区性银行 纽约社区银行的股价重挫创纪录的45% 此前该行报告第四季度意外亏损并削减派息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 经济数据提振美联储降息前景 由于弱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增强了美联储 最早从3月份开始降息的前景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下跌 预计美联储今天下午将宣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美国四季度雇佣成本指数增长放缓 预示通胀压力下降 一项衡量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广义指标 放缓程度超过预期 表明通胀压力正在缓解 为美联储官员今年降息流出了空间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财政部提高季度发债规模 预计短期内不会进一步增加 美国财政部连续第三次提高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行规模 并表示到明年之前可能都不需要进一步增加 财政部周三声明称 在下周的所谓季度在融资发行中 德国通胀降幅超过预期助力 欧洲央行降息预期升温 2024年初德国通胀的放缓幅度超过预期 而且欧洲各国通胀普遍回落 这令欧洲央行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开始降息 德国统计局周三表示 1月份CPI同比增长3.1% 波音暂停发布2024年业绩指引发出安全第一的信号 波音公司暂停发布2024年业绩指引向投资者表明 该公司正专注解决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质量问题 本月初一架737MAX飞机发生舱门脱落事件 险些酿成大祸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石油制裁正在加大该国原油折扣 俄罗斯最高石油官员表示 美国和欧盟的最新一批制裁加大了俄罗斯出售石油的折扣 塔斯社报道称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在莫斯科告诉 早盘道指涨幅收窄纳指下跌180点 31日晚美股周三早盘涨跌不一 道指涨幅收窄 Alphabet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公布财报后股价走低 拖累纳指下滑 美国1月ATP就业数据创两个月来最小增幅 美国股指期货下滑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决议 美国股指期货下滑 此前科技巨头发布的业绩未及市场的乐观预期 投资者也在为美联储今年的首次利率决议做准备 纽约时间6点27分 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0.5% 今夜美联储按兵不动几成定局 今夜美联储新年首份利率决议出炉 华尔街认为美联储将连续第四个月暂停加息 但可能不会在本次利率决议上释放明确的降息信号 诸民 世界巨大通胀仅一步之遥 21世纪经济报道正经停北京报道 2023年 世界走出三年疫情 迎来正常化之年 但令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是 正常化的过程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中的轨道推进 谷歌姆公司Alphabet跌超6% 主营业务广告营收不及预期 格隆会1月31日谷歌姆公司Alphabet跌6.4% 报141.76美元 Alphabet周二盘后公布第四季度财报显示 虽然营收和利润超出预期 但其主营业务广告营收不及预期 若数据支撑美联储3月开启降息的预期 美债收益率下滑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大幅下挫 因经济数据弱于预期 支撑了美联储最早将于明年3月开始降息的前景 在美联储今日结束政策会议之前 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下跌12个基点 大众汽车自建人工智能实验室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周三表示 该公司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与此同时 整个汽车行业都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这项热门技术 特斯拉1.17% 550亿美元薪酬计划遭特拉华州法官推翻 格隆会1月31日 特斯拉 TSLA US 下跌1.17% 保189.35美元 周二 美国特拉华州一名法官宣布 马斯克55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无效 裁定特斯拉董事会未能证明这一薪酬计划是公平 黄金触及两周高点引关注机构称未来金价有望向上突破 中国经营报日前黄金触及两周高点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1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四月黄金期价上涨6.3美元收于每盎司2050.9美元涨幅为0.31% 开盘 美股周三开盘涨跌不移市场等待美联储会议结果 31日晚 美股周三开盘涨跌不移 Alphabet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公布财报后股价走低 拖雷纳指下滑 美国1月ADP就业数据创2023年11月来最小增幅 新年一时IMF上调增长预期 世界经济有望软着陆 上官新闻两场地缘冲突胶着 高利率影响持续 高通胀阴影犹在 错综复杂的背景似乎遇事了2024年世界经济走向将充满不确定性 投资者静后美联储最新利率决定美债收益率周三早盘下跌 新华财经北京1月31日电投资者等待美联储最新的利率决定和对货币政策前景指引 美债收益率周三早盘下跌 市场普遍预计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 沃尔玛计划5年内在美国新开或扩建150家门店扭转多年来在美门店战略 1月31日消息 公司内部备忘录显示 沃尔玛计划未来5年内在美国新开或扩建150家门店 以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并推动增长 扭转该公司多年来专注于保持门店数量持平的战略 衰退阴霾笼罩欧元区欧洲央行降息或建在弦上 21世纪经济报道吴宾上海报道高利率等因素冲击下的欧元区经济阴霾笼罩 但幸运的是欧元区再次避免了技术性衰退 当地时间1月30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专访标普全球评级首席经济学家Paul Greenwald 美国政策利率已经触顶能源转型成为全球共识 南方财经全媒体周睿向秀方纽约报道走进纽交所 直击华尔街 2023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多方面的动荡 包括通货膨胀压力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持续的供应链问题 美联储名臣大概率保持利率不变 会否明确后续降息路径 2月1日凌晨将迎来美联储今年首个议息决议 回顾2023年最后一场议息会议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 依然保持在22年以来最高点 盘前科技巨头财报迅预期纳指期货跌0.9% 美股股指期货周三盘前涨跌互线 科技巨头财报不及华尔街的高预期 同时投资者准备迎接美联储今年的首个利率决定 微软、Alphabet和AMD盘前走低 沃达峰拒绝与Illiot合并意大利业务盘前跌超4% 法国电信运营商Illiot SA表示 沃达峰、VODUS拒绝了合并两家公司意大利业务的提议 Illiot表示 在2023年12月18日提出药约后 该集团向沃达峰提交了进一步修订的提案 前列腺癌药物销售疲软诺华制药股价盘前大跌 诺华制药公布的财报显示 受累于供应受限的前列腺癌治疗药物 Pluvicto销售疲软并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该公司于季报发布后股价下跌 新美联储通讯社 美联储已为降息做好准备 现在的问题是何时 Nick Dimi-Rouse认为 美联储此次会议 无法完全排除三月降息的可能性 政策声明也将不再提及任何额外的紧缩政策